精神一點,臨時演員都是演員來的 周星馳二十多年前一句電影對白,到現在仍然是經典 驚典之處在於,不論你是什麼角色,只要一上場 你就要全力投入角色,做戲是這樣,從政也應該是這樣 近期被踢包沒有社團註冊,沒有公司註冊的反對派社運龍頭組織民陣 竟然由成立至今超過18年,仍然是一個無牌組織 民陣高舉民主大旗,每年七一都出來帶著香港市民浩浩蕩蕩地走民主路 大聲叫了不知多少崇高的口號,原來只是隨便走在一起 真是想說,專業一點,行不行? 民陣第一次爆紅,在社運界出道是始於2003年的七一遊行 當時的大背景是沙士疫症後經濟不景氣,樓市萎縮,失業率高企 民怨處於臨界點,加上炒作《基本法》23條立法所引發的恐慌 導致號稱50萬人上街,警方當時的數字就是35萬 之後,隨著經濟逐漸好轉,社會氣氛緩和,民陣已經沒有這種風光了 所以開始年年報大數,被人咎餅 搞民主搞到督數,謊話蓋謊,民主光環漸漸暗淡 近年就轉行激進路線,甚至暴力化民主抗爭 如果說香港民主倒退,可以說是源於這種暴民政治 近日為了自保,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反對派議員和政黨頭目 都紛紛和民陣割擠 包括公民黨梁家傑,民主黨羅建熙,教協葉建元,新民主同盟泛國威,街工梁耀忠等等 所謂退得快,好世界 這種跳船潮,令到筆者想起2019年反修例風波中的七一遊行 當時遊行是合法的,但我們在直播那裡看到,到了接近下午五六點的時候 當遊行隊伍到達金鐘,就有民陣的慈威人士叫人去立法會集會 接著發生了什麼事?就是立法會被攻陷,暴徒大師破壞立法會 還掛上了港英龍斯旗,成為香港回歸祖國後最黑暗的回歸日 其實民陣這種煽暴行為,在當年6月初就有鮮小 先在6月9日大遊行時,疑似民陣人士不斷叫參加者預演佔領立法會 稍後又宣稱會對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法律支援 結果即晚就爆發了反修例風波以來第一次衝突 到了6月12日,民陣在立法會一帶舉辦集會 結果和理非集會就變成勇武抗爭,暴力衝擊警方防線 只是主流媒體沒有將這些鏡頭清楚地報導出來 反而被民陣和示威者大肆吹噓當日是和平示威 好像民陣那樣無牌經營,挫大暴力分子氣焰的 還有人稱民間發援的612基金 這個組織在2019年6月12日大集會後4日成立 聲稱為示威者提供人道支援 實際是為他們打官司 到現在已經處理了接近2億元的捐款 但它竟然又是沒有任何社團或公司註冊 翻查資料,612基金的收款戶口是屬於真普選聯盟有限公司 而售支票的地址竟然是教協的總辦市署 弄得那麼迂迴,是否因為資金來源有問題呢? 操作612基金的人都是律師 述式法律搞的註冊很容易 為什麼這麼不專業呢? 會不會適合坐続、洗黑錢、國安或其它法律風險呢? 政壇高人就說 其實中央政府從來都沒有說不讓香港搞民主 在《基本法》也許下了終極雙普選的承諾 民陣多年來的主事人 包括岑梓杰、陳浩媛等人 又何必偷偷摸摸 連登記做合法團體也不做 還要越搞越激 搞什麼時代革命 要什麼五大訴求 講就講得成高 但就用暴力攬炒來綁架民主 告人就嘆氣這麼說 若不是反對派由2014年起透過違法行動 阻礙香港的民主進程 香港人早就能一人一票選特首